得明星 得天下 但對國民黨來說 得國瑜 我不是韓瑜 算是講中 得韓國瑜 得國瑜大概就可以贏得初選 我們先來看 我們先不要假設 韓國瑜要支持誰 因為這些人看起來 韓國瑜都有支持他們的理由 比方說我們先來看吳敦義 現在當然判韓國瑜三選 當時大家覺得說 你就叫韓國瑜去送死 結果韓國瑜贏了 不但贏了 還把中部一堆縣市 連帶的一起贏回來 連帶的一起翻轉 所以對韓國瑜來說 吳敦義多少有一點 這個世人之恩 也是貴人 也是把你丟到高雄區 讓你有機會大展拳腳 韓國瑜會不會支持吳敦義 有可能 好 再來看朱立倫 兩個人表面上 好像沒有太多的關係 但私底下也是有交情 再加上別忘了 這個侯友宜跟韓國瑜 合體最多次的就是侯友宜 兩個人南北串聯 這個南北的北神探 然後南是菜飯 所以兩個人合體 也幫選情加分很多 侯友宜當然是朱立倫的人 侯友宜贏就打搶朱立倫的 2020前哨戰 所以韓國瑜有沒有可能支持朱立倫 當然有可能 好 再來看到 這個王金平王院長 今天已經告訴你了說 要不要選2020 他沒有說不 也沒有說要 他說隨緣 隨緣就給人很多很多的想像空間 來 三山造勢 大家一定還印象深刻 又出錢又出力又出人 成功打韓國瑜的名號 而且讓整個韓流擴散到 全台灣各地 蒙院長自己的9個責任區 拿下了6個 所以兩個人的關係不言可喻 有沒有可能支持王金平 當然有可能 好 再來看 張善政的部分 都已經把他找來當經濟市政總顧問了 要不是因為他當過行政院長 可能副市長 都有張善政的位置 因為當過行政院長位置太高了 再回來當副市長也怪怪的 所以張善政不要忘了 他從8月開始曝光度變高 開始請走各個縣市 下基層來幫國民黨輔選 另外還創了什麼IG的帳號 不斷的PO文 PO照片PO影片 企圖要打進年輕人的市場 如果韓國瑜自己的 經濟市政總顧問 想要挑戰2020的總統大位 有沒有理由支持 看起來也有理由支持 所以我們先不要講說 韓國瑜要支持誰 而是要談這些人 好像都有韓國瑜 必須要去支持或力挺的理由 回過頭來講 丁哥 就我剛剛說的 得國瑜就可以得天下 其實我必須說 你得國瑜不如國瑜自己出來選 不是天下更好 可是他現在被綁在高雄 對 當然因為他現在老實講 他如果跑出來選總統 那對高雄市民 我覺得是有為所託了 所以他應該不可能出來選 但是問題是 你剛剛提到這四位 國民黨就只有這四個人嗎 我就覺得很奇怪 就是其實現在 大家以為國民黨贏了嗎 我並不覺得國民黨贏 因為這次選舉大家都很清楚 並不是人民選擇投票給國民黨 而是因為人民很不滿民進黨 國民黨老實說在民進黨 這兩年多來 有做什麼很好 很對的事情嗎 我們好像也看不太出來 所以國民黨一定會當選嗎 我也不這樣認為 我覺得國民黨還是要提出一個 真正能夠讓大家 願意相信的一個人出來 我們一個一個來說 你說吳敦毅主席 吳敦毅主席在這次選舉 他當然有功 因為他在後面 糧草這些東西 他到處去種錢 絕對有功勞 可是問題是 他也失分了一些東西 所以你說他的功過 其實很難講 但是我們不可以否認他的功 可是你說他真正 有多大的成就 我也覺得還好而已 你說朱立倫 朱立倫在這次選舉 幾乎是消失的 他幾乎看不太出來 所以你說這次的國民黨 在大勝 對朱立倫本身出了多少力 看起來也是還好而已 王金平當然在三三造勢 他出了很大的力 可是那畢竟只是在 高雄這個地方而已 他能夠有全國性的影響力嗎 更不要講 王金平本身跟國民黨內 很多的勢力 本身是彼此不太對盤的 所以王金平要出現 我個人覺得滿奇怪 所以我是認為說 包括張善政這些人 張善政會選舉嗎 都是個太大的問題 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 大家應該不要去想這些東西 只是從過往這些人 不斷去挑這些人 我覺得是不是應該 去想一些年輕的人 我覺得因為 其實你看這次的選舉 一些老將都落 反而是一些年輕人選上 表示很多 就是台灣新一代的人 他們希望有一些年輕的人 帶來一些活力 帶來一些衝敬 帶來一些希望 而不是要去過去這些 守舊的這些想法 所以我覺得 與其考慮這一些 有點年紀的這些大佬 我覺得國民黨 是不是要去想想看 是不是要考慮一些 青壯派的人士 年輕一點的人 包括你剛剛說的江啟成 或是其他的這些我覺得都很好 孫大謙 羅志強都OK 我覺得重點是 要讓人家覺得 國民黨開始改變 國民黨不再是 2016年慘敗的那個國民黨 不是2014年慘敗的那個國民黨 而是一個新的國民黨出來 我覺得要有這樣的人出來 才會讓大家覺得 想要把票投給國民黨 如果還是過去這些人 那你跟2016年大敗的時候 有什麼兩樣 我看不出來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 真的要去仔細想一想 你們現在不是贏定了 因為大家不要忘記 這次選舉還有變數 你怎麼知道柯文哲要不要出來 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 民進黨到底要提哪一個人 所以我覺得 變數還這麼多的時候 不要認為這已經是我們囊中物 大家只等著分位置 國民黨最讓人家討厭一點 就是沒事 就讓人家覺得說 好像大家再開始分配利益了 天下是我的了 但我跟你講 民進黨剛當選的時候 孤寬敏講了一句天下是我們的 講完之後民進黨就開始死了 就死得很難看 因為大家說 我們都要開始拚命試 拚命分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 千萬不要有這種心態 天下還不是你們的 就算天下是你們的時候 你們都要戰戰兢兢的 何況還不是你們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 真的是要去多方考慮 選出一個讓大家覺得 有希望能夠帶領國民黨 改變的人 帶領台灣改變的人 我覺得才是一個最重要的東西 照兵哥這樣的說法 我們就把它扣扣扣扣 糟糕 新人可能還太年輕 來不及出頭 那只剩馬英九了怎麼辦 難道只剩馬英九了嗎 馬英九更糟 馬英九就是輸掉的那個人 好 來 剛剛兵哥講說 天下不是你們的 天下也永遠不會是你們的 因為天下是我們的 我們是選民 這個我們想要過 要過好日子的是我們 你們是要讓我們過好日子 所以天下不是民進黨 也不是國民黨的 天下是台灣人民的 剛剛講 吳主席看來形象不是頂好 王院長現在位置不是很好 那朱立倫看起來可能印象 或者是人緣 不是極佳 畢竟在黨內總是有一些敵人 再看看這個張善政院長 精力好像也不太夠 那糟糕了 是只能從新人裡面選了嗎 來 將軍 這個我不太同意 剛剛有人講說 誰得到韓國瑜的幫忙 在黨內初選 相對來說 你要知道韓國瑜是花一年十年 打天下 打出來的 今天你要國民黨選總統 奪這麼大位 值得你花兩年以上要去打 哪裡坐在家裡面 在那邊戳 戳 戳 這種密會等到戳到六月 那老不幸對你沒敢 韓國瑜的價值在哪裡 韓國瑜是救黨救國 把中華民國國企拿出來了 救中華民國的國民的經濟 所以這個招牌打出來 今天太陽那麼多 我們古時候不是講嗎 有十個太陽 那後繼把它射了九個太陽 才安居樂約 我們這些太陽裡面有沒有包覆 都有包覆 都有功勞 吳敦有沒有功勞 有功勞 朱立倫有沒有功勞 有 王靖明你們都講了 他們有沒有包覆 有 當初把紅柚柱拉下來的時候 我們這些老男男心裡講 你是中國國民黨 還是台灣國民黨這樣搞 對不對 馬英九也有包覆 你又要討好全民總統 又去拜228 又去搞那個 對不對 不統 不獨 不武 現在這個條件都沒有了 好 張善政我講更沒有破例 說當一個像韓國瑜那種 一間領袖 那怎麼辦 中正帶一下又接不上 我這邊提一個解方 國民黨的問題出來 這個黨組織 黨機構太老朽無能了 我也混過兩年的中常委 我才看出來問題 黨代表根本就是很多地方議員 委員養的 吃個飯 拿個禮物就可以劃投票了 他有沒有民意 接不接地氣 不接地氣 所以有些要拿大陸做生意的 那掛個中常委的招牌出去 混吃混喝的 所以這個中常委根本 在滿有眼裡是看不起的一個東西 所以我帶了很多立委從此不選 那中常委又是一個決策機構 所以今天我講良心話 這些大選獲勝的立委 縣市首長 他甚至於市議員 他都是接地氣的 他們應該進入中常委 第二個 我們的中評委 中央委員 中自委 都請到顧問團裡去 因為你延期太大了 沒有活力 選舉是打仗 而且我說不管王金平 吳正義 你們當初都有包袱 都有功勞 那我就希望你們在這兩個月 拿出來整黨的計畫 我整個黨組織怎麼改變 怎麼樣再跟老闆接地氣 第二個 兩岸論述 不要含含糊糊了 不中不武 不同不獨 英明勝 今天那邊已經擺明了是 賴清德跟蔡小英 獨派的 繼續搞 那給老百姓有個選擇 我終極統一的 為台灣老百姓最終的價值 生活能夠保障 安全 能夠延續 文化能夠保存 我就大聲出了出來 我現在現階段兩岸共識 終極統一 我就讓老百姓選 因為你沒有一個響亮的口號 像以前國民黨政治部門 碰到這個玩意就閃閃躲躲 你閃閃躲躲 你叫我們老百姓怎麼選 對不對 以前洪秀柱 我今天還跟洪秀柱講 你以前講那個統一論 時機不對了 太早了 為什麼 台灣還沒面臨窮的考驗 現在你發現好了 讀不通 你今天為年輕人 一邊一國是什麼國 台灣國 中華民國 都搞不清楚 你教改已經搞得這些 亂七八糟了 所以這個時候 不管這四個太陽 五個太陽 你把先整黨的計畫拿出來 兩個月時間應該弄出來 所以這老黨棍了 搞不清楚嗎 弄出辦法來 三月以前公民投票 你的主張 就跟華國一一樣 全國去宣揚 我王近平的主張是什麼 王近平也有包覆 他以前當立法院院長的時候 我們幾個委員都氣死了 你一下腳來貨去的 如果你不改變這個 將來又是這個情形 馬英九也是這個包覆 所以不管吳 朱 這個王 政治智慧都夠 馬英九政治智慧不夠的 這三個政治智慧夠 你把舊黨的辦法拿出來 全台跑遍遍 宣揚你的計畫 然後是舊國的計畫 然後三月定下來 你才有充分的時間去佈局 拖到六 七月就是 就是在裡面派系去戳 然後大佬去戳 什麼委員去戳 這種是我最看不慣的 所以國民黨是屢在屢辦 都是這個地區 所以你看到韓國瑜 你不需要東思笑平 有人去抱狗 有人去抱貓 那個沒有用的 大家都開直播 對 你沒有用 你今天你要跟韓國瑜一樣 我下幾個月的苦工 我總統大位拿那麼輕鬆來 坐在家裡戳 出去 我的主張是什麼 我對舊國民黨的主張是什麼 黨的組織怎麼改 改完以後 黨裡面先初選 然後再全國民調 三月 四月底定 你後面去打吧 那哪有不贏的呢 對不對 因為你的對手已經擺明了 陳菊 蔡英文 繼續在搞 那還是走毒 今天台灣老兵是要面臨一個問題 你選毒 還是選終極統一 選中華民國 還是選台灣國 利弊大家分析一下 我等一下有時間我再來講 利弊嚴重的性 你要先去考慮 每天打麻醉針 搞小確信 這國家還沒出息